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这台车必须要走了 特别版的Gladiator Launch Edition 发布这个消息4月4号 世界吉普日 4x4日的时候 这个一共全世界才3190台 319这个产地的邮编号 看他是只有时间拍几张照片吧 现在这台被预售掉了 今天刚到就被预售掉了 所以要拿给客人了 现在 当时刚出来消息的 所以这其实基本上一个丙配的Gladiator 然后轮毂比较不一样 里面的中控面板一般的是塑料红色的 它是黑色皮质 前面有camera 这是个新东西 木马人暂时也没有 但是ACC 丙配的ACC木马人可以选 5尺的小箱 前门后门大小 其实和四门的SUV一样 当时本来想 要是能全新设计就好 但它基本上就是SUV加个抖 但这么一加完抖之后 再加上后驱 或者后轴这边用一些皮卡的东西 它可以拖到7000磅以上 这是特殊的Launch Edition 装有的 有号码吗 10419 1.5 2.0 1.0 2.0 2.0 1.0 2.0 2.0 2.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如果还没订阅 记得赶快订阅了 喜欢这个视频呢 记得点赞 如果不喜欢呢 就不要给我差评了 下面留言 这个视频引出的话题 大家也可以跟我分享 跟大家一起讨论 然后呢 当然了 如果你住在温哥华 或者温哥华附近呢 可以找汤纳树来买基普 支持一下业务 广告的话就这么多了 还是 好吧好吧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白石木玩汤纳树 我们下回再见咯 拜拜